让我们团圆你们对山水乐团的这种情感和一路走来的故事 先请咱二胡老师来讲讲吧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音乐 特别喜欢听那个陕北民歌 我爸就给我买了一些 就是这些民歌这些磁带我就听 有一次呢我爸就给我买了一把二胡 刚开始也不会拉呀 那反正就是整天在那拉得也特别难听 别人甚至有的都说我 但是我也不管吧 那每天都在那拉 有一天突然间能拉一个小曲子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 突然能拉那个东方红 没人教你 对后来我爸一想 既然这方面有这个天赋呢 就想办法找个老师 我老师说先试试 先教一段时间试一试 上面五六节课吧 我老师感觉可以 有天分 然后就跟我爸说了 这个学费啊 我决定了 不要了 哇 都免了 我不要一分钱 但是我保证能把这孩子能教好 从此之后呢就是 我老师每周到我家给我上一节课 风雨无阻 哎哟 掌声鼓励一下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学音乐 学乐器挺贵的学费 老师为了这样一个势力有残障的孩子 就四年风雨无阻 对 所以我 上门去教你 非常感谢我老师 我看我们拿着这个中软的妹妹 那乐器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 中软它是本土的一个乐器 嗯 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就是它很有文化的厚重感的 对 音色很圆润的 嗯 来一小段让我们欣赏一下 好的 我弹一段那个 土鲁饭的葡萄薯了吧 一首歌曲大家比较熟悉 好听 我们张倩是什么样的机缘 当时就接触到了音乐 我接触到中软市来到北京 就是刘老师和中老师 当我们老师的时候 那时候我在北京学习 当时我也不会乐器 但是学校有一个教乐器的老师 是兰州战斗歌舞团的燕老师 他是退休了之后 嗯 就这唯一的一个教乐器的老师 然后其他团员很多都会乐器 但是我不会 刚好有这么一位老师 我就学习了中软 那你这也没有之前的音乐基础 老师肯受你吗 我老师真的特别好 嗯 他带着我练琴 除了就是上课的时候 周一到周五上课的时候 我上专业课 然后周末的时候 老师还会带我到公园里面去练 练琴 把那练琴曲一遍一遍练 就是练到一段时间 就是手上会磨得起水泡嘛 也会变成雪泡 那时候疼得真的按不 坚持不下去 但是老师说 我不停你不许停 后来一看水泡也磨破了 那也过去了 就这么过来了 嗯 就是这个过程 就是从那个很肉的手 到起水泡 再把水泡磨破 到变成茧子 这个过程是老师陪着我 坚持下来的 真是陶老师啊 今天我们乐团里面最严肃的 就是我们这个鼓手啊 鼓手 咱鼓手也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那次是巧合吧 然后我那次是高三毕业 在学校 特殊学校的那个招生班的老师碰到我了 然后他跟我简单地就是讲一下那学校的情况 然后我就被那个打动了 然后就跟着他一块来到了北京 那你肯定也没有学过乐器了以前 从来没有学过乐器 也是半路出家的 我就跟他学那中软 你也学中软了 学了几个月 你跟张倩以前都是学中软的 你们俩认识吗 是一个老师吗 当时 对 当时是 当时就认识 对 所以其实都是一帮同学老师 对 有个相同 有个相同 有了 对